今天做的棒棒腿 比較偏向是那種甘蔗蝦的那種感覺 你可以炸完之後酥酥脆脆 沾上這個醬汁 它夠酸 夠辣 重點還有香料 這個香料會準備的是香茅 南薑 檸檬葉 也可以說是泰式的三包 365日日速健康家庭煮 大家好 我是盛智 今天我要來做一道 酸辣的泰式料理 這道菜名叫做酸辣棒棒腿 那裡面的食材呢 有這個棒棒腿會有的骨頭 那我們就是用這個牛棒來去做 那有些可能會用甘蔗 所以我們就把它切成條狀 長長的條狀 好 那大概就是一根的牛棒 我們切大概10公分 然後把它一開四 好 切好之後呢 我們把它的水分呢 把它吸乾 這樣子比較容易巴附在我們食材的上面 我們把它瀝乾 好 那下一個食材呢 香茅跟南薑 這個把它切完之後呢 等一下來煮這個醬汁 南薑也是把它切片 好 再來呢 香菜 有些泰式料理呢 都會加一點香菜來做點綴 好 還有生菜 再來呢 我們準備的是這個植物肉 可能去有一些有機店都買得到 那我們就手呢 塗一點點的油 好 讓手呢 保持濕潤 好 然後大概呢 一根一球呢 就是設定大概30克左右 好 把它香進去 好 放到這個麵包粉上面 這個麵包粉呢 是黃金麵包粉 比較屬於是烘焙在用的 好 像我們在做一些日式的東西呢 比較容易用到這種金黃色的麵包粉 好 我們就把它都放上來 好 一般的麵包粉也OK 只要你覺得你的手呢 有點開始黏了 好 你就幫我用一點點的油 抓一抓 這樣就不會黏了 這個牛棒的話呢 除了說要用這個 你也可以加芋頭 或是地瓜都可以 但是我覺得牛棒比較好的原因是因為 它比較耐炸 然後呢 也比較不會縮水啦 好了 之後呢 我們就均勻的 在表面上面呢 沾上這個麵包粉 均勻的放上面包粉 好 放旁邊 放旁邊之後讓它去做反潮 這個反潮的用意呢 就是讓整個麵包粉 在下去炸的時候 比較不容易掉粉 好 所以這個也算是一個小小的技巧 好 那我們讓它反潮個三分鐘 好 油溫的話我們控制在170度 下鍋下去油炸 好 所以我們就等油熱 如果說你覺得 什麼時候下鍋最好 可以用竹筷子去測量一下 它的鍋子的油溫 是不是有冒泡泡了 油溫泡表示說它溫度大概到150-160 或者是說你可以拿一點點的麵包粉放下去 只要它是浮上來的 或者是有點起泡了 表示說可以下鍋了 好 那我們油溫到了之後呢 就下鍋來炸囉 油炸時間呢 大概3分鐘就可以起鍋了 這個做法呢 你也可以換成氣炸鍋 像家裡的話就不用加到這麼多油 那你可能是用180度的氣炸鍋 下去炸個6分鐘就可以起鍋了 那也可以做到同樣的方式跟效果 那我們均勻的把它炸熟 那這一鍋呢 我們就來做一個 簡易的一個醬汁 那首先的話我們在裡面呢 加一點點的油進來 把剛才的香茅 檸檬葉跟南薑都一起加下來 好 來做一個煸炒 炒香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加一點的豆瓣架 水果醋 好 煮滾完之後呢 就可以關火了 我們讓它去把味道慢慢的製出來 底鍋前呢 加一點點的這個花椒油 好 這個就完成它的醬汁了 好 最後呢 我們可以切一點點的金桔 來做一個裝飾 好 那等一下吃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吃著棒棒腿 然後沾了這個醬汁 擠一點的這個金桔就可以了 來吧 好 最後的 有點小駴